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現在有很多朋友在糾結一件事情 就是到底應不應當去復工呢? 因為他們按照現在的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疫情公告 說現在疫情已經到了拐點,已經得到了控制 現在每一天新增的確診人數只剩下幾百人了 全國只剩下幾百人了 所以說明現在的疫情有很大的好轉 這個時候去復工應當沒問題了 那我告訴大家,如果你這麼想 那就一定會步武漢人民的後折 那武漢人民現在生活多慘,大家都已經看見了 這是血的教訓 這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或者什麼疾控中心 或者是國務院或者是中共中央 所有的話都不能夠信 當年的武漢人就是因為信了他們的話 說這個不會人傳人,可防可控 所以說大家在這個疫情期間還在搞什麼百家宴呢? 還去遊黃賀樓啊,還要開年歡晚會啊 所以才造成了現在的這一副慘項 簡直是人間地獄 所以說這些機構的話那是絕對不能夠信的 全世界現在都不信他們 所有的這些外國的機構都說 那他們的這些數據你至少再加一個零 而且這些數據他們都是橡皮數據 那需要的時候他就可以跟你拉長一點 不需要的時候他就可以跟你說短一點 前些天不是出現過這麼一單事情嗎? 就是那個湖北換降了以後 把英勇換到那個湖北去當省委書記之後 在他來的那一天突然一下 這個疫情就增長了十倍,確診的人數增長了十倍 這怎麼可能是真實的數據呢? 那他第二天又跌回去了,又跌到原樣了 所以說這些數據都是政治數據 不是真正的科學統計的數據 大家千萬不要信 那不信這個信哪一個呢? 實際上還是有一些指標有一些信號 可以作為大家是不是應當去復工的 做這個決策時候參考的哪個信號呢? 就是看他們兩會開不開 24號,2月24號 人大常委會就要公佈 今年的兩會是不是延遲 如果說他們決定馬上就開 照著原計劃3月5號就開 那說明這個疫情真是到了拐點 如果他們還要繼續推遲 3月5號都不敢開 那就說明疫情沒有到拐點 還在繼續惡化呀 他們為自己的生命擔心 但是這些人他不會為老百姓的生命 包括那些企業家 包括那些甚至是體制內的 那些中小幹部、基層幹部不會為你們考慮 他們會為自己考慮 所以說他們手上掌握的那個證據、那個數據 為自己考慮的時候需要算計的那些數據 那才是真的 他們如果是說兩會不開 那就說明了我們不應當復工 道理很簡單 習近平他是早就號召復工了 他號召復工啊 他有他自己的利益算計 他有他自己的邏輯 那我現在就來給大家講一講 他是什麼邏輯 有些人可能說 說習近平他如果是覺得這個疫情在復工之後 還有可能大規模爆發的話 那他為什麼還要號召大家復工呢 他不怕全國人民起來反對他嗎 那大家只想到了一層 另外的一層還沒想到 那我今天就來給大家講一講 另外的一層是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是他不復工的話 那麼這個經濟肯定是完蛋 這個中共的智囊劉士錦 原國務院發展研究所的副主任 他也已經這個給大家說過了 如果是疫情持續到三月份 還不復工的話 還不能夠全面復工的話 這個經濟就要垮 那就要傷筋動骨 就要很長時間才能恢復 這是他們那個官場的說話 說白了就是說經濟就要崩潰 那麼如果是經濟崩潰了之後 那習近平這個政權能夠保得住嗎 那如果他這個政權保不住 他向上人頭保得住嗎 這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邏輯 他不復工 最後導致經濟危機 經濟危機導致政治危機 導致政權垮台 政權垮台導致他的所有過去的那些仇人 都來向他復仇 所以說他的命運就會非常的悲慘 這是一個必然的結論 如果不復工的話 那麼如果是復工呢 有兩種可能性在他那裡 當然這個疫情爆發的再一次第二波大爆發的這個可能性 那肯定是更大 那麼如果是第二次大爆發了 他的這個經濟也要玩政權也要玩 向上人頭也不保 那就跟不復工是一個結果嘛 這就是最差的結果跟不復工是一樣的 但是呢萬一如果是新的解藥出來了 這個疫苗出來了 或者是這個疫情沒有大爆發 他自己心裡面那麼想 有萬分之一的機會 那他就要往那個方向去試一下呀 因為萬分之一的機會好歹比沒有機會強啊 所以說他一定要復工 這就是他的邏輯 但是我們老百姓呢 那普通的這些打工者這些企業家 那邏輯就不應當跟他一樣了 因為我們跟他的利益是不一樣的 我們跟他的處境是不一樣的 那很多老百姓說我不復工啊 我就沒錢了 沒錢去這個供房貸呀 沒有錢去這個交小孩子的學費呀 沒有錢去買這個買那個 那我告訴大家 這是確實是會有困難 不復工對於很多人對很多窮人來講 確實是有困難 但是呢你如果是復工的話 那會遇到的危險會更大 不復工沒錢 但是沒錢呢 你只要把一家人的半年到一年的口糧準備好了 那一家人都可以活命 但是如果你去復工 那危險就大了 你一個人得了這個武漢肺炎 那回來就要傳染給所有一家人 包括你的父母 包括你岳父母 包括你的太太孩子 但是所有的這些人都在危險之中 那隨時都有可能死掉 現在武漢已經出現了好多個滅門的案例 一家人全部在這一場大瘟疫當中死去 這種慘劇你們想不想發生在自己的家裡面 所以說大家權衡利弊看看哪一個風險更大 不復工會損失一些工資 但是呢可以活命 如果是復工那會得到一些工資 會得到兩個月三個月的這樣額外的工資 那麼你一家人的生命就在危險之中 所以說這個道理很容易給大家講清楚 大家聽盡這個道理之後很容易做個判斷 我現在到底還是去不去 當然是不去呀 那不去呢 他可能也會受到某一些方面的壓力 不要緊啊 你說房貸、車貸 你就把這些賬全部先給他壓著 不理他、耐著 他們現在是不敢來找你們收賬的 為什麼呢 收賬他們也怕、也擔心自己會染上病毒啊 他們可能會把你銀行的存款拿走 但是你不會提前把銀行的權全部取出來嘛 所以說現在手上保持著一定的現金 然後把食品、生活必需品備好了 所以什麼都不用怕 那這些債務確實是在那裡 但是我告訴大家你們要看前幾步 往今後看幾步就很容易算清這個賬 這一次大瘟疫過後經濟肯定會大滑坡 肯定會出現一件事情就是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是什麼呢 就是錢不值錢了 那你現在手上如果是有一百塊錢 將來可能只值一塊錢、兩塊錢 最多值十塊錢,那這是不好的一面 但是你要往好的方面想 你如果是欠了大量的債務 你如果有房貸還有一百萬的房貸沒有還 那麼那個時候通貨膨脹一來之後啊 那那個時候你就只剩下 等於是只剩下一萬兩萬或者是十萬的債務了 所以說還債是不需要著急的 只要把自己的房子牢牢抓在手上 不讓他們來沒收那個時候就行了 我相信他們這兩三個月之內 他們是沒有任何銀行啊 都是沒有這個能力的 銀行現在大的壞賬到處都是那些企業 欠他們的幾百萬的幾千萬的 幾億幾十億的都有 他們要先去追那些大戶 他不會花這個人力啊 精力啊去找這些平頭老百姓 為他們收他們這麼幾十萬 那去勞心費神現在顧不過來 所以說大家盡量放心 不要復工 這個銀行的債先欠著 就這麼先把一家人的生命保護好了 這是最重要的 那麼有一些官場的這些人士 尤其是那些地方上主政的那些官員 各地的這個省委書記、市委書記 那麼這些人他們也要面臨著一個決策 到底是是不是號召大家復工 到底啊是不是要採取一些這個措施 讓大家去復工 這對於每一個這個地區的這些官員 他們的智慧、政治智慧是一個考驗 就看他們算不算得清楚 這個其中的利益 這些人跟習近平的利益也是不一樣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現在這一場 大瘟疫來了之後 把中共的他們這個過去的這個鐵板一塊的 現在給他分割了 因為每一個人每一個階層 每一個部門他的利益是不一樣的 習近平的他的這個利益算計 我剛才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他是那麼權衡利弊的 所以要求復工 但是呢地方上的主政官員那就一定要換一套算法 怎麼算呢 我來給大家講一講 如果是 不復工的話 那麼 地方上的經濟肯定要垮 拖到三月份會有大量的企業會倒閉 銀行會有大量的壞賬 這個通貨膨脹也會來 經濟垮 那麼這個時候地方上主政官員 肯定會受到來自於中央的壓力 說你們要復工啊復工啊 你得趕緊跟我復工啊 但是呢 這個壓力大家想到了沒有 同時來的 還有另外一個 局勢的變化 這個局勢的變化 會把這個壓力全部的清除 什麼局勢的變化呢 因為經濟垮了之後必然政權會垮嘛 那麼政權一垮 那個時候你還擔心什麼中央的壓力呢 所以說只要把這一段時間混過去了 中央的壓力就消失了 混到他經濟出了大問題了 中央的壓力就消失了 所以說這個時候不要怕中央 那如果是 復工的話 那你們面臨的這個壓力就會更大 為什麼呢 因為復工了之後 肯定會有一新的一輪的疫情大爆發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大家去看一看現在這個日本的和韓國的情形 尤其是韓國的情形 那這兩天是特別典型的 就是啊 他們在一個社區裡面只要有一個人 他是帶病毒的 而這個人呢 他又沒有症狀 他到處走 他去參加各種各樣的活動 那麼最後他就把這些病毒傳染給幾十人上百人 這叫社區感染 那麼這個社區感染呢 一旦爆發起來那就不得了 所以說韓國現在每天都是幾十上百的這麼增長 所以現在成一個爆發式的增長 那隔這麼一兩天的就確診的人數就翻一倍 那不確診的那就更多了 要追蹤的人就更多了 整個醫療體系 他到了一個預值 過後啊 你就根本 整個再好的醫療體系都不夠用了 這就是現在在韓國發生的情形 日本也很快要發生這種情形 然後 我就想問各地主政的官員 你們所管轄的地區 你們那個風險是不是比韓國高得多啊 你們所管轄的地區過去跟這個湖北的 跟武漢的跟其他省的這些人員的交流 是不是比韓國跟他們的交流要多得多啊 韓國都已經發生這種事情了 那麼這種事情在你們本省難道不會發生嗎 尤其是當復工之後 大量的人員聚集到一起 那這不就是一個災難性的後果嗎 那如果這種災難性的後果發生了 群聚感染大規模的爆發了 那最後最大的責任人會是誰呢 習近平他已經是死定了 他不管了 他死豬不怕開水燙了 但是你們現在還沒有到這個地步啊 所以說你們這個時候啊 那就是要 把這個百姓的安危放在第一位 要把這個防疫放在第一位 這個時候呢 你們可能會得罪中央 但是呢 你們不會得罪老百姓 老百姓看見你們已經盡力了 那是這個疫情之所以還爆發 那是因為中央搞錯了 那是因為中央那些人無恥 邪惡 是他們的責任 就不會怪罪到你們了 所以說現在 如果地方官員 真的想為自己未來的前途考慮的話 大家不要 考慮啊 你是不是怕會得罪中央 要考慮是不是會得罪 你管制下的這些人民 等到將來呀 這個經濟垮臺之後啊 這個政治啊 各種各樣的抗議活動興起之後 人民的力量會相當強大 人民的力量啊 會這個隨可覆舟 那個時候啊 你們 如果是把人民得罪了 你們連去船逃跑的機會都沒有 那就會被淹沒在汪洋大海之中啊 所以說這個時候不要怕得罪中央要怕得罪人民 只要把人民給籠絡好了 只要人民認可你了 哪怕是現在中央啊給你們呢 這個很大的壓力 哪怕是中央現在就把你們撤職了 但是只要當地的老百姓認可你們了 那你們呢 還有機會再翻身 但是如果你們把人民得罪了 你們為了討好中央把人民得罪了 那麼將來呀 就永遠沒有翻身的機會了 所以說這個是地方官員 應當明白的一個道理 應當知道的一個算法 寧願得罪中央 也不能得罪百姓 大家看一看這個前蘇聯 他們崩潰之後那個情形 各個地方啊都相距的獨立 那我不認為中國將來呀 和各個地方會相距獨立啊 但是自治那是一定肯定的 脫離中央是一定肯定的 那後來這個前蘇聯脫離各個地方 脫離中央之後 獨立之後 主政的是一些什麼人呢 那有很多絕大部分呢 都是這個原來的 體制內的那些人 體制內的那些人呢 他們只要沒有得罪老百姓 那麼他們就有執政的優勢 是繼續執政的這種可能性 在中國也是有的 你只要過去手上沒有血債 那現在在各地執政的這些人呢 基本上絕大部分都沒有血債 除非你是這個共產黨的 這個紅二代的那些大家族的 那些大家族的上一輩有血債的 那可能呢 會對他們造成有很大的負面的影響 但是呢 那些基層的 從一步一步爬起來的那些人 老百姓可能對他們有些意見 他們過去也做過一些壞事 但是在這一次大意義面前 如果你們做了好事 老百姓記住的是最後這一段時間 你們的所作所為 你們這個時候立了功了 保護了一省的人民 保護了一世的人民 那你們就在歷史上就成了功成了 那麼將來就有繼續執政的機會 現在中央對你打壓的越狠 你跟中央抗衡的越狠 你的聲望就越高 這就像當年的葉利欽一樣 葉利欽不就是以前也是 莫斯科市委書記 後來跟中央唱對台戲 越唱他的政治資源越多 最後居然就把整個國家給接管了 但當然了他那個有一些特殊條件 那但是中國現在的這些地方官員 你即使是不接管全國 但是將來呀 你至少是可以接管你現在正在管轄的這個地區 讓這個地區脫離中央 所以說地方官員一定要一定要這個時候 堅決的要抵制復工 當然我不是說要大家現在跟這個中央 跟習近平 當局去硬碰硬 這個是不合適的 不現實的 因為現在硬碰硬呢 他馬上把你撤了最後換成他們的人呢 那也是得不償失 有很多很多的辦法呀 可以在這個響應中央號召的同時 同時呢堅決抵制他們 什麼辦法呢 我給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廣東的辦法 那廣東的這個領導班子 確實是有水平 那至少是在政治操作上面 我不是說他社會管理有水平 政治操作上面的有水平 比如說 我看了一下他們這個2月9號 發佈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關於 做好企業安全有序 復工復產工作的通知 他是對於各區委 區政府是 職局以上的單位發的 他是怎麼說的呢 要響應中央號召 要復工 但是呢 他是說 第一要分類復工復產 不是說全面復工 他是分類的 這個分類裡面呢 就有大學問 他是怎麼分類呀 他說第一個要全力保障 需要全力保障 復工復產的企業 這就包括那些保障城鄉 運行必需的企業 比如說供水供電 通訊公共交通 這個皇位 然後呢是疫情防控必需的企業 就是生產這個藥品的 防護服口罩的 還有這個醫療器械的 跟這次防疫相關的這些企業 需要復工的 還有群眾生活必需的企業 比如說這個 超市啊 食品生產啊 物流配送啊 還有其他的關於國際民生的 這些企業 這是他們最重點的 這就是在討好人民 然後呢 這個第二類企業呢 就是要審慎核實復工復產的企業 說白了就是不讓你現在馬上就復工的企業 給你設置很多很多障礙條件 不讓你復工的企業 這些企業就包括什麼這個劇場啊 影院啊 各類博物館美術館啊 旅遊的 旅行社啊 當然可能還有酒店啊 這一類的行業 不讓他們開始復工 除了這些企業之外 還有大量的那些工廠啊 廣東製造業不是最發達的嘛 對那些企業呢 那就要根據條件啊 說是對於符合復工復產條件的這些企業 要積極穩妥的啊 讓他們復工復產說的特別有正能量 但是他們是設立了什麼樣的一些 復工復產的這些條件呢 他弄得特別的嚴苛 讓你復工復產非常非常的困難 比如說他說了啊 第一這個防控機制要到位 你這個企業要把自己的防控機制要全部的 要做好了 各種應急的這個措施啊 還有這個各級的各個級別的 像企業的這個最高領導啊 到各個車間的所有級別的這個 防疫工作的這個職責啊 這些全部都要交給政府備案 你把這些東西交給政府備案 政府那邊的人呢 他還需要時間去審核啊 這一審核可能就是一個星期兩個星期 十天半月就過去了 那這是第一個 那麼第二個呢 就是員工排查要到位 要把所有的員工要登記了 要問他們那多少多少個問題 稍微有一點點懷疑的 那就要隔離14天 隔離14天 這兩個星期就不能上班了 但是你企業得給他發錢了 所以說企業就這個復工的這種啊 願望就小多了 那麼第三個呢 就是設施物資到位 所以這些企業你還必須得 配備各種各樣的這些防疫的這些設備 什麼體溫 這個探測儀啊 消毒水呀 口罩啊 各種各樣的 甚至有防護服 要 把這些東西都準備好了 才讓你復工 那要企業呢 他內部管理還要到位啊 你要把這個 生產的場地呀 員工居住地呀 他們的這個通風啊 消毒啊 各種各樣的管理 你必須得搞到位了 所以說這個廣東政府啊 他們就這樣跟習近平周旋 非常非常的有效 現在已經 十多天了 非常有效 當然了 習近平他也不是一個傻子 他也能夠意識到 可能會有這些人呢 跟他在周旋 所以說呢 現在他可能又向廣東施壓了 廣東有一些地區呢 說是啊 我們要撤銷這些 這個復工的條件 現在就全面復工 但是我相信呢 廣東他有很多本地的 這一些基層幹部啊 那這些中層幹部啊 他們還是對於本地的老百姓負責 更多於對於中央負責 現在呀 大家都看見了這個中央已經是沒前途了 半截已經埋到土裡面了 真正的服務於地方 跟地方的老百姓 建立起來良好的關係 這對他們未來的前途至關重要 所以說我相信他們還會找出新的辦法 來應對習近平中央的這個壓力 比如說這個可以讓你們無條件的復工啊 但是呢 我派一個這個衛生局的人去檢疫一下 給你們工人免費的做個檢疫 你只要有一點點頭疼老肉 我就把你整個工廠全部給隔離了 這樣也行啦 這也達到了阻止復工的這效果啊 這麼搞幾下本地的這些企業家都知道了 現在賺錢不是那麼重要的 現在保命是最重要的 所以說大家都退回去 在等這個疫情徹底的 這個終結了之後再來復工 那才是最佳的選擇 那我之所以在這裡要講這個廣東的 他們這個周旋的經驗呢 是因為我感覺到 在全國很多很多其他的地方啊 那些幹部啊 那些主政者 那真是水平非常的低 你比如說啊 在上海 他們這個處理的 那就跟廣東啊 那就是天壤之別 那比廣東的水平啊 這是差的太多了 我原來以為呀 上海那個地方 他們應當是 這個各個方面的 水平都比較高的 在全國的這些官僚機構裡面呢 那應當是比較高的 因為畢竟是這個中國的 這個經濟中心嘛 是最現代化的城市嘛 哪裡知道這些人呢 老子 是進了水的 他們是怎麼幹的呢 上海市金信委副主任 張建民他在 在 21號的時候 他就做了一個介紹 說他們的這個 復工、復產、復事 要突出五個方面 他們政府採取的措施啊 第一個是抓重點企業 就是說對那些有規模的 這個重點的外資外貿的 納稅百強的那些企業 高新技術的企業 這些企業要推動他們復工 要重點扶持他們復工 幫他們到處去招人 幫他們把過去的員工都給找回來 派巴士啊 這個包火車啊 車皮啊 還有包飛機的 甚至都有 要把幫他們把人給拉回來 第二個呢 就是抓重點園區復工 不是有很多什麼工業園區嘛 裡面都是集中了一些比較大的企業 要把這個當作是重點 幫助他們復工 還有抓重點崗位復工 對於核心的管理人員 一線的這個熟練的這些工人優先保障復工 還有呢 就是什麼抓錯峰上下班 就是說一個地區的人 一個公司的人你們分著不同的時間來上班 還有抓長江三角區域的聯動 因為上海是整個國家的中心 更是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的中心 他們需要很多周邊的地區的那些企業來跟他們配套的 所以說不僅在推動上海復工 還要整個長江三角洲地區都來配合他們復工 這就是上海現在搞的事情 也就是說他們把這個經濟發展 放在了第一位 把賺錢放在了第一位 而沒有把老百姓的這個生命放在第一位 這就是他們和廣東的區別 廣東的說只是保障那些 這個跟民生直接相關的 跟這次防疫直接相關的那些企業讓他們復工 其他的企業就不管了 不管你是這個高技術還是低技術 不管你是大企業還是小企業 那我們就盡量的不讓你復工 上海呢就正好反其道而行之 賺錢的企業你們趕緊復工 所以說這個上海呀 他們就是以經濟為中心 而不是以老百姓的健康和生命為中心 但是這個經濟最後肯定保不住啊 那經濟保不住了之後 老百姓的這個生命和健康又被你們損害了 到時候老百姓能放過你們嗎 到時候要對你們進行碎屍萬斷 所以說這些人笨 跟廣東比起來差得太遠了 太遠了 那其他地區的我就沒有一個一個去查 所以說我今天講這些是希望 咱們這些網友裡面如果是有 這些體制內的人士 我相信是有大量的體制內的人士 看我們這些視頻的 還有一些是可能有些網友 他的親戚朋友在體制內做事情的 那麼可以把這個意見傳達給他們 讓他們知道怎麼樣計算自己的利益 怎麼樣為自己留一條後路 好那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